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欧洲中立学者写的一个博客 他说呢 远在南西事件之前 中国就开始奠定了 要对峙美国科技制压的战略方针 2021年就开始了逐步的规划行动 其他怎么说的啊 中国最重要的一点 规划性的对抗美国的科技战争的方式 我认为的就是改变了中国研究人员 奖金福利待遇的发放方式 中国的所谓国家社保人才 人力资源社保中心 简称人社部 早在2021年3月就发布了全国性的通告 要求各科研企业单位 对于自己的科研人员的奖金发放 打破常规手段 不受现有的公司计 工资计较 计效方式 考核体量的总限量的限定 突破这个限定 没有上下限的标准 这是中国破天荒以来 第一次对科技人员 在奖金和奖励方面的重大性的突破 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记住 它早在2021年3月 而且中国方面正在不断的 对自己的芯片投入产业当中的 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纠错 中国在今年7月份 一下子就对几名在芯片领域当中 负责重要领域的高管人员进行了调查 这就说明中国要在芯片领域当中 所谓的从内到外 与美国进行一场 七型的无硝烟的芯片科技战争 但中国方面并不承认 他说他仍然表示说 太平洋能容下一个中国和美国 但自从南西事件以后 这句话恐怕中国人再也不想提了 中国人现在明确的告诉美国人 你的520亿美元摆在我的面前 实际上我连看都懒得看 我早就做好了响应的对策 而在你的方案下达之前 而对于中国的科技人员来说 中国习惯性把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 都当作像废柴一样使用 他们拿着最低的薪资 拿着公司或者研究所里最低的待遇 想要晋升至少要把头发熬白 这是习惯性中国已经40年50年 甚至60年左右的模式了 但现在中国忽然间全部都变了 这些科技人员如果发展出自己的科学技术成果之后 他们能得到大笔超额性的奖金 而这些奖励资金不受任何的 以往的所谓工资等级的框架限制 在中国因为它是国有制体系 即便是很多官方研究所也存在这样的原因 在你的奖金和工资方面都有等级的差别 一个创新型的科技普通研究员 假设发明一种稀有的产品 例如深化泥 例如电磁弹射器阔弧 常规动力 常规电力 普通电力 普通电力 再加上折大机这样的方式 在以前他们只能拿到自己工资比例的 50%到100%的奖金 也就是最多最多一到两万元 但现在不一样了 国家或者科部委下发的重大奖励资金 高达几百万上限 高达几百万 甚至没有上限 这让很多的中国年轻人看的简直就是望眼一穿 今后他们可能会更加奔赴这种科学战线 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中国早就做好了和美国打一场高科技领域中 无硝烟的芯片或者高科技领域战争 而美国方面的动作显然显得非常的迟缓 到目前为止才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 以及520亿美元的美国官方补贴政策 但这些钱对于中国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可以看到后面中国因为南西事件产生的更大的怒火 会对美国的这个科技和芯片法案更加具有挑战性 话叫横向 基本就说到这了 他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大家应该高兴 2021年我查了一下 2021年3月份 我们的人社部发布一个全国性的通告 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通告 所有的科技人员打破常规性的工资奖金制度 他的这个科技奖励产品 科技研发产品 一旦立项 一旦获得认可立项 那么可以获得重大奖励资金 这个重大奖励的奖金 没有上限 没有限制 知道吧 甚至是免税的啊 不不受限制啊 所以不再像过去的啊 你按照工资比例的3% 奖励你按照工资比例的5% 一说工资比例多少 3000块钱 然后一看那个明星养条狗 那明星的狗带了八块那个这个苹果的手表啊 我们的科技人员吓啥了 我在连呢 我造100枚火箭也买不了一块表啊 这就是原来中国科技界的现状 我们80年代就有句话说 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 后来万万说中国大陆吃不起茶鸡蛋 你就知道卖茶鸡蛋的多值钱了 好吧好吧 听听听的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上个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的狡猾 他们把很多事情看到前面的10步50步20步 你这数字是怎么排的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中国人讲究的是策略 讲究的是步骤 他不讲究急于求成 你不要把急于求成的心态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一个法国网友 看来中国人早有准备 他们是不是在7月份就预计了会发生真正的南西事件 一个欧洲网友 我相信会的 因为当时美国的意愿就传出这样的消息 南西要去弯弯 所以当时中国就开始了煽风 而后来没有能够在外交方面阻止南西 之后中国就形成了整套的对抗方案 又一个美国网友 看来我们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今后要面临的就是真正的中国对抗 又一个亚洲网友 千万美国朋友不要这么说 你要是这么说 我们很多的大学教授就要吓尿了 又一个亚洲网友 你知道我们的教授会怎么说吗 你们太不谦虚了 对待美国必须要老老实实的低头 低下你的头好好学习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美国人要想耍手段和技巧 你跟中国人比起来相差 至少5000年以上 一个谈虚的网友 现在美国人最少要拿出至少1100亿美元 建立一套完整的芯片 从硅精产品的提纯 一直到晶圆 再到芯片加工 这样才能打败中国 又一个谈虚的网友 我觉得让我们把厂子全部搬到美国去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不是中国 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公司不能建厂吗 又一个谈虚的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美国他不高兴 他不高兴 我们就没有人敢反抗 就像中国不高兴 我们没有人敢触碰 南西事件这条红线一样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考虑的问题都会很长远 你要想跟中国人打交道 你就要往远处看 千万不要看眼前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但是你知道西方的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 资本看的就是眼前的利益叫做热钱 而中国人从来都是排斥资本 所以他们叫做反对资本主义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的做法和规划 他们通常都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 这样来规划走 所以他们可能早就把这个规划去规划完了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2021年的三月 中国就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早就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规定 也早就预计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存在 又一个美国网友 而且在今年的七月 他们对于芯片领域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也进行了着手的解决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们也应该针对这个方面进行一下管控 我们的资金怎么使用 我们的资金如何分配 如果全部分配给英特尔AMD公司 这等于没有任何芯片的附加 又一个美国网友 难道我们今后又要建立一个像美国军工融合体一样的 英特尔融合体经济芯片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完全不符合平行性经济发展 最后你仍然会被中国一下卡住中端市场的脖子 一个英国网友 现在芯片产业已经出现了疲燃的趋势 而且向中国的中芯国际芯片集团 已经通告自己的用户了 它的股价也在下跌 就证明包括中国的市场 芯片中端市场都在萎缩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自行的产品 抢占了进口芯片的市场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中国突破了28纳米芯片 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芯片市场会马上的饱和 又一个 英特尔融合 的确是这样 现在很多的芯片供应商已经开始减少生产量了 在美国正在使用大量的补贴去凑够这个数字 你需要这么多的数字 需要这么多的库存 难道你不需要赚钱吗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不要担心印度朋友 他不需要赚钱 因为他能拿到美国政府的补贴 这完全有备于WTO的合作精神吧 又一个亚洲网友 在中国这是被理解和被委屈的 因为美国做什么 中国很多的金融学家立刻跳出来双手双脚的赞成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们有很多的金融学家对我们自己的官方说 不允许给企业补贴 就是无法形成国际化优势 而听到美国给了520亿美元的企业补贴 我们的金融专家则说 美国太伟大了 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形成科技力量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大陆现在连茶鸡蛋都吃不起 还搞什么芯片 还是老老的洗洗睡吧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在对抗美国科技领域当中 加大对科研人员自身的奖励投入 这是一个好办法 至少不能低于你们那些影视明星吧 又一个亚洲1450网友 怎么不会呢 中国叫做娱乐中国 中国娱乐 你懂吗 他们就会娱乐 又一个1450网友 这些都是假新闻假消息 他们除了娱乐以外 什么都不会 中国的科学家穷的都可以当裤子了 又一个谭字的网友 那我觉得不会吧 中国有很多新的科学家 你们好像可以看到 他们在发射火箭的时候 前排就做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甚至我发现了更年轻的 那么就说明他们的年轻人 已经投入了这个行业 又一个亚洲1450网友 怎么可能呢 那可能就是一些老的片子 同复的给你放 来欺骗你的眼球 我的朋友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看中国方面真的会在科技力量上 强力进行输出 跟美国直接进行对抗 特别是南西事件以后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希望南西事件以后 中国在某个某些方面 都要跟美国讲一讲竞争了 不要再谈太平洋下 容不下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了 告诉你 美国人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他用南西事件告诉了我们结果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南西事件已经告诉给我们了 美国容不下一个中国 一个崛起后的中国 这是最终的答案 所以他要搞一次南西事件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看到亚洲这些中国朋友的回答 我真的感觉到有些发冷 他们真的对这件事非常的怒火 不过我倒是不害怕中国人的怒火 我觉得他的怒火会持续性的向美国扩展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这一点不是坏事 美国人愿意这样做 他们愿意找一个对手 既然找到了中国 以前中国左是左左右闪 不愿意给美国当对手 害怕美国的拳头 这一次南西事件 我看中国人不会再躲闪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所以说川普先生所说的话 我完全支持 特朗普先生曾经在广场上讲演 他告诉那个老巫婆 你挑起了一个不应该挑起的事情 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又一个法国网友 现在美国必须要预示的 中国在所有的方面都会针锋相对的 因为出现了南西事件 又一个英国网友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下来的这个芯片法案 和你的所有的产品终端计划 都要面临中国方面的对抗 又一个亚国网 亚洲网友 其实你不能说中国对抗 我们并没有对抗谁 我们只是加强自身的生产力 包括清除那些不该存在在队伍里的害群之马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们会加强我们自身的芯片研发 在高端商业消费芯片领域里面 我们正在努力的突破14大米 恐怕现在也是小有成绩了 一个弹子的网友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大在这个领域 跟中国方面的合作 我们双方的合作是有目的性和有产品资源的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看来这一点 弹子国已经不再信奉美国至上 美国第一了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弹子国这两天特别像中国在表忠心 好像就害怕中国因为南西事件的暴怒 至于他们身上 又一个弹子的网友 表忠心也好 还是说表明我们的立场也罢 我觉得总比你们跪在人家面前 连哭带喊着抢 又一个弹子的网友 就是嘛 他们跪在中国人的面前 拉着中国人大腿 天天的求告 请中国人原谅他们 这是什么做法 又一个弹子的网友 在中国的网络上 恐怕你们中国人都不许去说吧 其实小本子就是这样 抱着你们的大腿 哇哇的在哭 一个英国的网友 你们两方吵得真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在 芯片和科技领域 他们注用自己的科技人员 给他们无欠击的大奖 这一方面 我觉得别的人会不会妒忌 又一个 美国网友 一定会妒忌的 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钱 他们对钱是无休止的欲望 所以很多领域里面 会攻击这些中国的科学研究者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的 包括那些跟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科技大为号 也会站起来攻击这些 中国的科研学者 又一个 谈这种 我不知道 折大鸡的那支研究团队 能够拿到多少奖金 也许一分钱都拿不到 也许他们马上就会解散了 好吧 就说到这儿吧 这是2021年 人设部发的一个公告 大家可以去查查 2021年3月 正式的对全国发的 所有官方研究机构 就是体制内的官方研究机构 我们的科技学员获奖以后 这个奖金不设上限 没有任何的限制 没有像过去的工资等级的限制 没有 一切都没有 完全打破工资奖金制度 额外性补贴奖金 然后再加上这个可能还有免税政策啊 所以这些都是对科技人员的利好 只要你努力为国家搞高新高科啊 像这个马教授啊 这个对吧 搞的这个这个啊 叫什么啊 普通电源的那个叫什么电源啊 电源分两种交流电直流电 直流电直流电残射器啊 这就是一个创新型科技吧 折大鸡就得算一个了啊 这都属于高新奖励的 至于说明星嘛 哎呀你慢慢玩吧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写在下面啊 奖励中国这些科技人员无上限的 你有什么看法 会不会觉得他们这些太多了啊 这是不好的意义啊 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我想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了 放心啊 在中国这种事绝对少不了人啊 你有什么想法往下写吧 支持网王 长长三秒 感谢网站推荐 交往关注 谢谢大家